HELLO 大家好,我是Grey 從開頻道到現在已經快一個半月了 在上週,訂閱數終於突破一千人了 為了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和Grace決定送三張親筆簽名卡給大家 分別是稻奇版的Manny Ramirez 前洋雞、廢城重炮的金籤和神之子 田中降大的親筆簽名給大家 只要有訂閱和去粉絲團按讚 然後在YouTube影片下方留言 就有機會抽到親筆簽名卡喔 在3月15號星期五晚上12點 從留言中隨機抽出三人並公布在粉專 今天要送田中降大的簽名卡 那就來介紹來自日本的Tanaka-san吧 今天要用ESPN Sports Science的影片 來分析Tanaka-san投球知識 為什麼這麼有侵略性? 那話不多說,開始囉! 第一個,開始於投手跨步長度的分析 MLB平均投手的跨步長度 為投手85%的身高 但接近6尺2的田中 卻能跨出6尺10的長度 為身體110% 相比同樣高度 卻只踩出聯盟平均長度跨步的投手 田中的球會更接近捕手才下墜 而也會比一般投手快0.1秒到捕手手套 第二是球種分析 田中降大的球種十分多元 而使用的機率也算十分的平均 他有四封線、深卡球、快速直插球、滑球等等的球路 而他的四封線有高達每分鐘3000轉的強度 而3000RPM的轉速 會讓打者以為球有種上升的錯覺 以科學的角度來說 會上串的速球並不是真的會上升 而是因為轉速 讓球下降的幅度比原本的軌跡還小 也因他優秀的四封線 使田中的快速直插球更有威脅性 如果對照兩種球路的出手點來看 兩種球種的出手角度差不到兩度 使打者很難看出球路的差別 而田中的快速直插球 也有高達每分鐘1400轉的轉速 比較兩種球路的路徑 在前7.62公尺是沒有任何差異的 但在球飛行時間只剩最後0.25秒時 卻有巨大的變化 四封線和快速直插球 卻有超過30公分的落點 這也是Tanaka-san能稱霸日值 和在MLB投出不俗成績的證明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我和Grace會更努力 也希望我們的影片能讓更多人愛上棒球 這也是我們的初衷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記得來抽獎 掰掰 到那邊